好了 那下边呢 我们已经长了本事了 我们做的 我们会做计划了 我们会做时间的计划了 对吗 那个网络图 比如说 李老师那网络图 他给我我做 他给你你就做 在实际工作中 你对你的业务很熟悉 你就进行排列去 是走机场 你说我是并行三个 还是并行两个 这是给你业务长的情况 还要给你工期 对吧 工期特别短 你的重叠就比较多 是不是这样 而很有可能 关键路径还多呢 动个妈 所以这种情况呢 要看实际情况 但是就目前计算题来讲 考试来讲 你就会掌握这些 快 对 准 别人拖拖拉拉的 会做慢慢的 那不行 越快越好 拿下分就完之 是不是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通过本章的学习 现在我们是 做WBS做了活动 列了清单 现在还会给 那个活动上 三点估算法 给他加时间 还会了哈 加完时间还不算 每一个小的活动 还会算 整个的项目的工期 还能找到关键路径 还能知道 哪还负一点时间 我还可以跟那个 负一的时间里面 要点资源 是不是对吧 现在就是这个计划 已经做到了 可以加载时间了 那这个 大家知道 资源 最主要的资源是 什么 光加载时间不行 有人还得加载人 到底需要多少人 因为现在人 是很大的问题 对吧 各种 工种 技术 要求 都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得 学会加载人 我们当然学会 加载资金 像我们 上过讲 都是给你比活比活 但是现在就得 真加载 是不是 这些也得回 当你这个计划里边 有人 有钱 有时间了 就按着这去做就行了 就好办了 分配 把每一个班 分配每个人去做 就OK了 我呢 就去那协调啊 沟通啊 检查呀 有没有问题呀 我就控制 是不是这样做的 懂了吧 所以你呢 今天回去看 十五之尊图的时候 就不累了 你有这个过程 你再理解 再背 是不是就好背多了 嗯 这就是 所以项目是过程的 一个教育 好了 那么下边也是 我们认为世界上 怕得怕认真二次 共产党就最讲 我这个小的时候 我那小孩 很小的时候 我就开始跟他讲 我说 从你 从你手上做的题 不能有一道错题 这是我的要求 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 虽然是搞文化大革命 那时候都不学 但是老师教授 我在嘎拉的时候去学 虽然那时候 家里困难 你们都问得不能想 连本都买不起 因为父母都是 放在农场 没有钱 我割草来养活全家 就是那种 可是那时候 我到山上割草的时候 那个题 我就用过来写 等到考试的老师 给片子 我们用片子做 我记忆中 从初一到初三 我的数学题 没得过九十九 全是一百 我对我自己的要求 就是只要从我手上 出来的题不能用错题 所以我要求我的孩子 人呢 可不能显得拖拖拉拉 一定要认真 我就跟我的家想 我说你 只要你数学考一百分 你从 无论半年还一年 从你手上出题 只要没错题 你做不做题 我都不管你 我就根本不管了 他说行 当然我是养成习惯了 就想到说习惯很好 我觉得不是你跟着他学 你不是保姆 你也不是教练 天天跟着他 把习惯养成他独立学习 我根本就不管了 但是小的时候什么时候培养 三四岁 把习惯培养了 那就好说了 一年级也培养了很多习惯 习惯一养成就成了自然 自然我就省事了 是不是这事 所以人呢 就是你 你做这个题 我为什么讲一点 你一定要注意 从你手上出题 你不能出错题 会做错了 那你就等于不会 甭跟我讲那些 李老师 我就是不想 别跟我说这 因为不会和做错题 结果是一样的 我要的是结果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讲这 所以要那些小的时候 我就说 你听毛主席的话 听 他到最关键 都看 他马力也有援助 他所以他的底蕴很高 就是一般的 好像是遇到什么事 拿不下的 就是说心里他害怕 没有 所以这个 所以我觉得人成熟 不是你个多高 长多精神 多壮 心里的素质要特别好 这个是人 能不能成功的关键 所以我们希望呢 大家呢 你能不能这次通过 就看你自己心里底蕴 那不能做错题 好不好 我们是要求这样的 那么 根本的问题 就是如何为项目 配备人力和物质资源 是吧 那么 应该考虑什么呀 考虑技术的问题 人工的能力 还要考虑 这些人力和物资 你是不是可用 比如说这个人 他呢 是做IT的 我这项目他也干 那项目也干 他一人干这三个项目 但我最需要的时候 能不能用上他 你是不是就要跟其他的 要沟通 我这块需要 能不能最需要的时候 给我干 虽然他是你团队的人 但是你关键说 他不跟你干不了活 那这事白大 是不是这样 所以呢 项目经理很重要的 就是资源能不能落实 是不是你可用的 那么这点 我们就要说一下 那么在资源表示的方法 有这样几个表示的方法 一个是资源的矩阵 你听得很亲切 因为上午我已经讲了 有一个项目 有一个给人责任矩阵 把事分给谁 责任矩阵 但是呢 资源也可以用矩阵来表示 那么资源数据表 资源干特图 刚才我们的干特图是什么 是项目的干特图 对吗 那在资源上呢 也可以用干特图 用这工具来表示 还有一个资源的直方图 懂了吧 那么这两块资源里面就两块 一个是表示的方法 一个是资源的优化 资源优化 大家知道很重要的 就是要平滑 就是你配备的资源表 低得低高得高 你一会儿要十个人 一会儿要五百 然后上海银掌 这个难度就大 对于项目成功很不利 所以你要 即便刚才你配好了 当然你看又不合适 是不是还得调啊 这个调的工具就是优化 优化资源 使得平滑一点 别那么懂竅 不要差距那么大 知道吧 那么还有一个资源约束进度安排 就是说 你的资源的进度 是有约束条件的 你必须在结束前的 比如A项目结束前两天一开始 必须这个项目结束后的后两天一开始 咱们都有这关系吧 开始开始 开始结束 结束开始 或加点减点 是不是这样 因为它是特出的 本身的逻辑关系所决定 对吧 所以呢 要尊重这个关系 它肯定受到资源的约束 来安排 综合考虑 那好了 我们来看 现在是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呢 这个任务谁来完成了 由这些专家来完成 大家看 这是不是都是人呢 首先是人力资源的 对吗 但尽管是人力资源 它是不同的专家 这是方法论专家 课程专家 评估员 科学家 数学家 印刷家 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很多专家 那也就是说 我一个项目要需要不同的人员 可能还有电工 锚工 水电工 是不是 那这些人员 你要是给他列出来 对于你项目经理 这个项目要配备什么样的人 你是不是就清楚了 你再看 我这个项目就一个人就可以完成 这个项目呢 是什么样几类的人 可以吧 他都是员工 如果要让我用的话 这个数学两个 这是三个 是不是更好啊 但是这个就表示呢 这些个是任务 任务是由人来做的 那么这就叫资源矩阵 懂了吗 资源矩阵 都有哪些资源 有哪些资源 一类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也许十个二十个资源 对吧 这资源里到底有哪些人 几个人 他是单的领导的 你看这都是负责人 这是负责 这是负责 这些都死的 就是员工 对吧 好了 那好了 那刚才我们讲了责任的资源 那现在我来看一下 那我先讲资源的数据表 这是一个什么 时间 一周两周十二楼 明白了吧 这是什么 这是专家了 这是资源了 对吗 是不是资源了 你看刚才我是这样做的 跟你们还担心 我说那每个资源怎么弄啊 他说了 他说这个资源 有这些资源 刚才是不是这些资源 这些资源我告诉你 在第一周 他投入的工作的人工量是1.5个人 第二周投入的人工的工作量是1.5个人 这1.5人 但是后边都是一个人 对吧 这是根据工作的情况 大家看 我可以不可以把这些都给分开呀 可以吗 可以吧 也就是说 如果我给你 你就可以这样做 对吧 做完之后呢 我再累加一加 第一周需要 五个人 第二周需要 五个人 分别是什么 是不是分别是方法家 投入的工作量是 流程专家 这个 是吧 那么我们把这些呢 给加起来 加加加都给他加 加完了以后 是不是有一排数字 我现在就说数啊 先别跟我算 数对不对 那我把这数只要一做出来 大家一想 如果我有项目 有人数 我就可以分配工作了 可以不可以 可以吧 那这是不是干特图啊 那我说 MASHA 第一个任务里 MASHA 从这干到这 可以不可以 可以 那也就是说 他干了两周 然后罗伯特呢 他可以干三周 可以吗 哎 就可以这样做 那这样一做 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表就利用 项目 项目经理就 用这表比较好 你像我就经常用 说任务一 说几个人 三个人 我这任务一完成 这包是就工作包完成了 项目经理用这个非常好 用这个 这个人力资源的干特图 但是你想象 如果要是MASHA 他在项目一里边做完了 一般的项目经理不会说让他后边待着吧 肯定把他后边的浮动的时间 让他干其他的项目 对不对 对不对 也可能让他可能让他干两个 也可能让他干三个 那对于MASHA来讲 他要用这个表就比较困难 这个表还小 如果这个要三四十个行 这MASHA找到自己就很费劲 任务一找到一个 任务二找一个 任务真三 也许还能露像 对不对 所以说呢 项目经理很重要的是 这个表项目经理用就很好用 所以MASHA每一个人来讲 用这表就不好用 容易露像 还容易迷糊 我就得这样做 那我说MASHA MASHA是什么 这比如讲这是MASHA MASHA要干四件事 第一件事干完了 接着干第二件事 干第三个项目 干第四个项目 我是不是把它的时间全用上了 是不是得这样用啊 所以呢 项目经理很重要的 你先把任务分下去 但是对每个人 你可能要重新统计一下 懂了吗 你统计完了之后呢 把这个表给你的员工 为什么要多讲这个 其实有些老师是不讲的 但是我在工作中 我们有很多项目经理说 李老师你看我做的多好 他都给我看不清楚 我说你这表是你用的 不是他用的 你应该给人做这么一个 他会对他一个人来讲 你像这个 俩重招 那我要是项目经理 我就得看 我这样看 怎样也看不出毛病来 对不对 我这样一看 哟 这俩怎么重招啊 同一个时间干两件事 那你就得分析 这俩是不是硬的关系 就是说 如果这俩都是 都是关键路径 就离不开 你就让他做两件事 那肯定是有风险的 是不是 但是如果说呢 虽然干两件事 时间很长 但是他中间很多虚的 不是硬逻辑关系 那他一个人干两件事 就没问题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呢 这样一个表呢 就能帮助我们 这个项目经理 从另一个角度 看自己对还是不对 资源分配的怎么样 你成熟不成熟 懂了吧 那么这样呢 就给 把这个干特图 这也叫干特图 这是不是也叫干特图啊 这个任务的干特图 留给自己用 咱们都是项目经理 而这个干特图 分给每个 你是不是给点每个人干呀 你不能给一个包啊 给你小包 再给一包 再给一包 你把你看 这就是你的工作 是不是人也不浪费吧 是吧 也不重也不定 即便这儿的 我知道你需工作 可以搭一把手 干两项 没问题 对不对 所以就说 就像这个屋子 说我码桌子 码桌子铺桌布 这不是同事两年工作吗 什么都不耽误 对吧 你这人还用 你不能说 我搭桌子是一个 当初装部再来一个人 那不是自己 是麻烦吗 对不对 那么又不重也不漏 把这事就干完了 对吧 所以这个 我们就是干涂图 得会用 除了项目用 项目经理 给员工怎么用 所以我们是这样 这是人力资源复合图 这是我给大家的 那么我们说了 当你把这些个数字 都累加了之后 他你要是画一个这样的图 还有问题吗 这什么呀 时间图 这个是什么 用的人数 比如说这个表示200 这表示400 这表示600 对吧 我把那一统计 是不是就有数字 拿几算 你巴就这图就出来 对吧 出来了 我们是项目经理 你就应该看一下 这个严格说 这个做的还是不错的 这个计划 他不是高的高低的低 大家知道 在执行期当中 他那个图 是不是这样 执行当中 他的人力资源的图 和费用 是不是就是高的呀 就是一高峰 不是正态峰峰 但是他是平滑的上 然后高峰 然后陡峭的下 是不是这样一个步 所以他这个人力资源 就和我们讲的那个 那条执行的那条线 比较吻合 就比较舒服 这个计划做的比较好 对不对 那么如果 我今天没有说 如果这个图啊 我特别高 高得不得了 这特别低 你项目经理 先别把这活 先别拍下去 你就得把这高峰 往前移 对不对 叫销峰填谷 我可能往前移 比如这个工作 这时候我就往前措措 措来措去 这人是不是就这就少了 工作量就少了 人数就少了 我就让他平滑一点 知道吗 所以项目经理 你的能力 不是干活 你就整天都在做这些 你把这些分配好了 让别人去做 但是你做的对不对 你可以用这样的图 这样的图 用这个来监控自己 我这个做的 合适不合适这个数 单看怎么都合适 我放这上看 合适不合适 懂了吗 那你一看这也很合适 那就可行的 所以在我在做很多项目的时候 我正好也学数学的 我用各种模型去摸泥 摸泥完了 摸泥从理论上摸泥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才能实施 如果你自己不摸泥 不演练 你自己都不能说服自己 你往下分下的这个项目肯定乱套 要不就人不够 要不就这闲着 闲着还没事 还生事呢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项目情理呢 要知道 那么这个叫人员复合图 举个例子 我的人员复合就是600 我高峰当600 我没风险 对吗 但是如果你这个计划 我就500 你刷齐刷刷的出来 在这么长时间要加100 那谁要抱歉 我的能力就是500 那怎么办 你就得想办法 500是最高线 你把上面这些工作 后边填点 前面填点 往前移 重新做第二次的优化 懂了吗 因为你看这个图 看这个表 你说他1.5个人 这他空着 我把他往前移 总可以吧 提前干点 是不是就消风填骨了 懂了吗 那么是这样的 这是人力资源的复合图 那么再来看 这是人力资源的 也是一个图 我们讲了责任矩阵 这个呢 就更广泛一点 这叫什么 WBS的编码 这是什么 活动 是不是在活动里加载啊 那这项活动 大家看 有几个部门参加 也可以吧 然后哪个部门负责 哪个部门参与 知道吗 每一个项目 或者每一个活动 要一个负责任 这样是不是就清楚了 人家知道 你让我参与 要是我做的 我还在告诉你 谁参与 什么时间参与 是不是 这还得往细了做 这就是我实际工作中的一个案例 好了 现在我们讲一个实例 我理论讲完了 讲一个实例 让你证明 我说的是正确的 我们来看 这是真实的案例 这是 WBS的编码 对吧 这是任务 或者叫活动清单 然后这个是什么 人力资源 对不对 需要哪类的人 对吗 然后紧接着 我上询需要多少人 人数是多少 然后工期是 是十天 是不是就很清楚了 接着往下看 我这是整个的表 我下面把这十二就得分摊 正好这是要十二个人 在第一周就要十二人 这个也是 可是这个呢 一共需要四十八人 怎么分配呢 也就是说 我第一周用二十四个人 第二周用二十四人 知道吧 我可以分吧 我一共呢 需要三百 但是我每周需要多少 这是次数 三百人次 但是我往下分的时候呢 第七周呢 我用六十人次 就用六人的 是不是就往下分下去了 那你这样一做 大家看 我这个一个实际案例 我只要把它做完 是不是就出来了 大家看 这图怎么样 不咋低的 这假的 低的低 高的高 这个对 如果这个表 要人力资源 你要把人力资源 你就得跟项目组进行构通 我每天不是跟你长辈人去 我好办 能不能优化一下 是不是这样 有人说 我优化不了 那优化不了 你就得琢磨用别的方法 这是其中一个方法 好了 明白了吗 那么我们讲解 优化配置的原则 如何优化配置 优化 这就是项目的资源 这就是项目经理的原则 你借来那大塔雕 一天两万 你呢 就把所有塔雕的工作量 你算算 算完了以后 我给他集中一段时间 我借一个塔雕 把这几个事全干了 要不然你借一次 还一次 还一次 借一次 你的第一耽误时间 第二点费用还高 他按次数运算 是吧 所以呢 我们要 这个 最大有效的利用资源 使资源闲置的时间 最小化 尽可能的避免 超出资源的能力 刚才我举例子吧 我们的能力就500人 你一下 你做出来600人 这超出我的能力了 是不是呀 好 类型 方法的类型 资源平衡 是怎么叫资源平衡 即维持工期不变 如果工期不变的话 就使资源强度 尽可能的平衡 工期如果不变的话 大家想想 你是不是尽可能的 你那个资源的利用率怎么样 得提高 如果你的约束的 有时间 有进度安排 你就要满足资源的条件下 是工期最短 是吧 我们来 待会就说一下 这个 那这个呢 我再解释一下 就是说 你如果工期不变 你的项目要想完成 我们说 你的任务又很重 你要最大化的来 调节你内部 可利用的资源 是不是 如果你要 如果你要只要一压工期 大家想 人说工期可压的时候 你压 要不可压的时候 你怎么办 那你就 就 就比较麻烦 比如说 这工期不能变 那你就得 必须得在工期完成 那可能要想 其他的办法 我是把那个 富一点人 是不是 那个人闲三天 我就让他嫌一条 是不让他嫌 给他调过来 是不是这样 那好了 所以呢 这个本章的考点呢 就是这样 资源矩阵的图形 我们学了吗 学了 然后资源数据表 人力资源的干特图 一个是项目经理用 一个是给你的员工用 然后人力资源的复合图表 有那个 那个图 是不是 高峰曲线的 然后资源配置的 两个方法 是吧 一个是资源平衡 一个是资源的 约束进度安排 待会我还有 就这个案例 给大家讲一讲 好了 那么这里边呢 就要特别注意 到目前为止 我们无论人的资源 还是钱的资源 还是优化的程度 不行的话 是不是要优化呀 待会呢 我们想优化的 可以消风 填骨 你还可以 优化的时候 如果工期可以压 压了工期 是不是也可以 如果工期不能压 你就应该想 把所有的都要利用到你的资源最小的闲置 然后呢 是人们的在整个工作量都比较饱满 是不是 完成你的任务 所以这些呢 都是要考虑的 那么资源呢 特别是时间资源 人力资源和费用资源 以及环境资源 这些是项目经理 是必备的 你要不懂这个就没法作响 是不是这样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这个项目的计划呢 就完成了 做完了 我们的计划就会了 有人说 李老师你说会了 我还心里没底了 什么样 你教我这么多工具 这也没关系 我一会儿给你们讲一个案例 把我今天讲的从头到尾 把这工具串一遍 明白了吗 你就心里有底了 现在老一个一个的讲 你一个一个的讲 一个不一个讲 你都串不起来 现在不是给你一块一块的 那小金块 你最后拿一个珍珠的 那个一条金线 我给你穿 但是我得有地方穿 你都没珍珠我怎么穿呢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块一块 我们下午再讲一个案例 一串 你就知道 这项目这么重要 这个工具怎么用 懂了吧 好了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里边呢 大家呢 要把它呢 做好这个工作 要把这件事呢 做好 那么本章呢 项目经理需要重视资源的重要性 合理的配置 不是配完就完 给你扔个不行 你要反复看一下 你分配的资源 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科学 对吧 然后呢 你要在配置的时候 你要从战略的角度看 哪些是最主要的 哪些是最紧急的 这要进行优先级的排序 是不是这样 排序完了 你才知道我的资源 人家说领导 这个项目最重要 你是不是配的 人也给他好 钱也多 是不是资源配置不一样呢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些都是项目经理 在实际当中的重要 但是那些工具方法应该掌握 那么项目经理呢 一定要全面了解 在项目中的资源的重要性 先得到的资源的重要性 学会合理安排 时间资源 人力资源 预算资源 和环境资源等等 这都是项目经理应该找到的 那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的项目计划 就算是讲完了 计划讲完了 下一步该干嘛 该实施和控制 知道吗